從這個地方開始 一起來嚴肅的面對核廢料的議題 所以如果有朋友現在在我們現場的話 我們練習喊一下今天的口號好嗎 我喊一句 大家喊一句喔 面對核廢 告別核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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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對核廢 告別核電 告別核電 待會遊行的時候 我們會有這樣的口號 還會有其他的口號 所以請大家可以留著你的喉嚨用喔 因為最近流感很猖獗喔 我們的主持人都得了感冒喔 所以等一下聲音不見得很好 幸好我們沒有要表演唱歌 所以大家不用特別擔心喔 那後面的朋友 如果你拿的是關東旗的 請往兩邊移動 好嗎 因為後面可能會比較遠的 有人的地方 會需要看到那個畫面的 所以就是像我有看到中間有一個那個彩虹旗 然後可以往帳篷區移動 待會在集合的時候 要在遊行的時候 會再把大家移出來這樣子 那個綠檔其實很多 可是你們可以往旁邊移動一下嗎 謝謝 對 往邊邊移動一下 我們中間盡量讓給需要看到舞台上面在進行活動的朋友 OK 謝謝大家 那我們呢 今天其實在舞台的這個地方現場 第一個要表演的 其實是來自日本的藝術家 那我們先邀請綠色公民啟動聯盟的專員陳詩庭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為什麼日本的藝術家會來到了台灣 我們每一年在講福島 每一年在講日本的核災的狀況 我們也邀請了日本的藝術家來 請詩庭幫我們介紹一下 謝謝大家